那我有说过他们自己本身这个教会的教义跟别人都不一样嘛 他们认为他们是由上帝挑出来的 只有多少人可以上天堂等等啊 那么可是呢 那么其实已经现在的教友远超过可以上天堂的 但是说还在挑 所以不断的把钱你要奉献奉献奉献钱等等啊 所以教主非常的有钱 有钱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他传教的方式 还有他们的教育的方式 造成现在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出去 表面上看起来 陆海空军海军论断队南韩只有28个人确诊 但是却影响了上万的兵力 你要知道影响多可怕 美军太平洋这个舰队啊 下令所有的亚洲的 在亚洲的所有的这个军舰 包括航空母舰全部离开港口 到太平洋14天隔离 你知道吗 这很严重 非常严重啊 美军美国的军队全世界最强 全部给我在太平洋上面隔离 因为理论上14天 你该发病也发病了 那你就知道有多严重 美军在韩国的所有的兵营门口 现在几乎是鹤枪实弹在那边等 不可以随便给我靠近 那你就知道这个影响 军力影响和战力有多恐怖了 那么事实上啊 不客气的说啦 韩国总统文在寅 就是想把责任全部都一举推给李万希 就是这样子 你们可恶啊 你们造成多大 六成都跟你们有关系啊 没有错 但问题就在于 他可能是散播 你却在防疫的关卡上 大开方便之门 就是你南韩的这个总统文在寅不是吗 所以今天公开道歉说 为了这个韩国人买不到口罩道歉 那你之前为什么把200万个口罩 给这个中国呢 然后紧接而来 再把10万套的防护衣 跟10万套的这个防目镜 护目镜 然后还有还有给钱 什么都给他 然后呢你竟然 在亚洲那么情况 就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竟然进的比日本还少 日本进了湖北 至少后来半个月后进了浙江嘛 你竟然只进湖北你知道吗 那口罩一直到2月28号才禁止外出啊 而且外消息国现在在接呢 现在整个都没有办法了 南韩现在买口罩 排队买口罩是全世界最可怜的 5公里 5公里 排队5公里 5度 然后下大雨 为了买那5个口罩 还不一定买得到 而且是在低温当中 所以现在就是南韩面临到一个 全所未有的 南韩人最近 其实不客气说 南韩那个月收入 本来20几年前是不如台湾的嘛 这一十年来 远远大过胜过台湾 他们本来很骄傲嘛 又很彪悍嘛 就他们现在发现 我为了抢一个口罩 我竟然变成这样的结局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一天六七百个案例不断的在上升 眼看一下就过去 五千个一过 跟你讲离一万个就不远了 因为他现在完全失控 他现在医护人员跟医院的 已经没有办法去治疗 相关的这些确诊的病患 他的确诊数一天八千个 比台湾还大 我们的量能大概两千多个 日本一天只做九百个 他可以做到几千个 但只做九百个 所以日本是下一个 下一个恐怖的地雷 问题是南韩人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认真落实 没有隐匿啊 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多 你不要跟我自豪这个好不好 你要跟我讲那你怎么办 老百姓怎么办嘛 这个得病的确诊呢 不是在那边说 你们先回家等待 standby 然后等会我那个病床 再通知你 等到一个两个礼拜 他重症了以后怎么办 重点在这个地方 他那是指数容力 在增加的时候那怎么办 会不会是成为另外一个伊朗 成为另外一个意大利 然后成为另外一个中国 那当然了 那么中国跟WHO的 这个谭德赛呢 那么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 叫不要脸 你知道吗 你们是瘟神 你眼看着中国是瘟神 把瘟疫传给亚洲 传给全世界各地 现在欧洲已经再建击居 美国现在一百多例了 眼看非洲危险啊 你还有那个脸 在那边说 哎呀现在要慎访 韩国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善意 所以他没有封 对不对 结果呢 现在是山东 是哪里说 不要让韩国人进来 你知道吗 韩国人不能进来 现在韩国人很心伤啊 你们怎么这样对我们啊 这就是现实 所以呢 事实上各位你要相信中国吗 昨天公布的疫情 全中国只有125例 全中国只有31人死亡 全部来自于湖北 如果中国的疫情控制的这么好 湖北昨天还会有31个人死亡吗 那如果北京跟上海控制那么好 北京还会有一个人死亡吗 上礼拜 然后呢 紧接而来 这些东西 如果湖北到时候像他们讲一样 方舱都已经封舱了 还要大概19个 然后紧接而来 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像你们说的那么棒 那湖北就可以马上解除一级的疫区嘛 不用封省封城嘛 而且中国应该可以大复工了吧 不是今天传来说 这些1000多个受困在湖北的 有些人说什么要急之 什么要告这个蔡英文总统违宪 有没有 你们为什么不去告这个中国政府啊 从头到尾都是中国政府搞的鬼 就在明天跟后天 香港几个班机包机直接 从香港起飞的包机 载着香港的防疫人员 到了湖北要把他们人 他们受困的这个香港人接回来 为什么香港人台湾不行啊 台湾人的命比香港人还要欠吗 还要清贱吗 为什么你中国可以让香港人做 因为他是你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啊 所以台湾人的命不值钱 然后把所有的过程 全部人还要人身上推嘛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湖北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如果整个中国都已经控制住了 那我请问你一下 那这些台湾回来干嘛 这一千多个干嘛回来 这一千多个干嘛回来 不用急着回来啦 你知道吗 他们的数字可怕到什么程度 44个 那么在医院确诊了以后 号称两次采集阴性 送回家去 有26个养性又回诊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你可以相信吗 至于那个所谓的谭德赛啊 他除了要钱拍马屁之外 他还有什么功用啊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最新疫情 我要请教何医师 如果说一天都是那种 五六百例 七八百例在增加啦 他们的医疗体系敢不敢吗 还是已经崩溃状态了 我想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台湾的副亚病毒 大概只有1100床 现在大概可能400床不到 那以韩国如果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400500例增加 不要说要进负压病房 要进医院都很困难 那进不去 进不去 甚至要在家里等 那你看5000人 你要去哪里生一个医院 集中这5000人 而且就是同样是这样高规格 负压病房 然后甚至是这种 全身兔宝宝装这样的规格 那我觉得韩国可能要 真的 我不想说这句话 但是他可能要学一下 就是说这个武汉 他怎么去分流这个轻症的病 而不是 要学武汉 他们已经爆掉了 那爆掉有爆掉的做法 OK爆掉 所以也就是用方舱的方式吗 就是要把轻症的分出来 不能放在家里 不然你放在家里 不是一船十十船百船更多 OK 但是你如果需要学武汉的话 表示就是已经 遭到不能再遭了 就是崩溃状态 所以我们不希望 布韩国后城 也不希望布武汉的后城 就是这样子 所以韩国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状况 绝对是台湾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子 完全崩溃状态 对如果是已经到方舱的这种地步了 那当然也许 这个看有没有国家 学中国那样子 把这个数字可以一直往下降 降到最后 但是比较担心就是说 后面会不会有可能二次爆发 这的确是外界所关注焦点 我继续请教黄哥 就是说 就韩国的这个部分 那他们说 现在重死之地李万希 抓起来 用杀人罪 有办法吗 现在疫情 还是说他们韩国人 他们的这个大概就是民族性 就是要抓一个人来当这个 戴罪羔羊吗 其实李万希当然有责任 因为他的新天地教会的 他算是 因为你说 这个武汉病毒 也不是 也不是他故意去传播的 那应该是说 他要负这个所谓的 监督不周的责任吧 我们这样讲好了 那其实真正我觉得 如果十分的话 我觉得韩国政府 你要负到八九分的责任 对因为没有错 韩国到统计到昨天为止 因为韩国的数字实在变化太快 我们现在讲 可能晚上播出时间又不一样 但是可以确定就说 在确诊病例里面有54% 跟新天地教会有关 但是你说这个 要把新天地教会来负完全的责任 你请问你要他负什么责任 你韩国政府也没有禁止我大型活动啊 对不对 你要我负什么责任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有点在抓 李万熙当这个戴罪羔羊 当出气筒 对当出气筒 那你就算把他关起来又怎么样 疫情还是不会解决 为什么我说韩国政府要负最大责任 比如说你一开始的边境管理 对中国的边境管理 到现在为止韩国都没做 在亚洲国家里面 新加坡是最早对中国 做边境管理的 台湾应该是差不多第二名 我们比新加坡晚个几天 那你说新加坡跟中国关系 这几年密不密切 非常密切啊 对 那你韩国为什么到现在不做边境管理 这是谁的责任 这是文在寅的责任 这跟李万熙无关 李万熙没有权利 第二个 我们回到那个传染源 就是那一位妇人 他医院叫他说你要去筛检 结果他竟然拒绝 那好既然你的医院医师 经过专业的判断 已经怀疑你有可能是武汉肺炎的患者的时候 你为什么可以让他拒绝被筛检 你政府的公权力在哪里 这种事在台湾不会发生啊 你政府 你韩国政府公权力在那你说第二 这是不是政府责任 是吗 第三 你现在的防疫物资 你当时送口罩给中国 送防护衣 送护目镜给中国 然后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好 现在你韩国口罩不够了 韩国人买不到了 我们看到画面在那边排队 我们都觉得很难过 我们这个台湾天气比韩国好太多了 排队大家都已经哀哀叫了 那个是五度下大雨 而且你排队还不一定买得到 好现在韩国说那我自己要做口罩 拍谁 做外科手术口罩中间那一层 就是隔绝细菌那一层让熔喷不织布 才能在中国手上 中国说对不起 我现在不给你 因为我自己我自己没搞用 那还好是我们台湾 我们有相关的石化业基础 我们自己可以做这种熔喷不织布 所以我们不需要靠中国 好韩国你现在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那请问 昨天北韩还向日本海设了两飞 两颗短程飞带 我不想这个金正恩是来干嘛 是趁你病要你命吗 所以韩国现在遭遇的问题 不是抓一个李万熙 好你就把他游街示众好了 那都于事无补 也许韩国人民会有一个出气筒 就是猎屋嘛 这个女巫绑在十字架上面烧掉 问题是这个问题还不会解决 韩国现在当务之急是 第一个 你要如何让这个疫情不要再蔓延 你看起来他的 刚何医师讲 他的医疗体系已经崩溃了 已经超过他的负担能量 可是当你已经超过 你负担能量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处理 你要你要拿政府 你要拿出一套办法来 就是你要怎么能够处理 这个超过负担能量的问题 他现在做法是轻症在家里 可是我们昨天看到一个很不幸的新闻 有一位被诊断为轻症的患者 在家里结果往生了 那显然不是轻症嘛 轻症怎么会没事在家里就会往生 那好 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如何去照顾这5000多个病例 这是韩国政府要提出对策 你今天把所有的媒体的焦点 全部放在李万熙身上 就算这个人被鞭尸完了之后 那请问那些轻症重症的就自己康复出院了 那5000人怎么办 因为李万熙被关起来 然后他们就康复出院了吗 然后病毒就不来了吗 你该要找 你要追究李万熙的时候 那是韩国的司法制度 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要针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你现在问题更大问题不是李万熙 更大问题是 你的第一个 你的韩国病毒现在是兵分两路 一路是外来的 因为他跟中国没有边境管制 第二个是你的社区传播已经很严重 那你内外夹工之下 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到韩国政府拿出一个比较有效的对策 说可以怎么样来控制这个病情 就好像昨天我看日本人在讲说 他们很感叹这是日本防疫跟台湾的防疫 他说台湾的公卫 是120年前日本人教台湾人的 没有错 台湾以前在这个亲帝国统治的时代 是没什么公卫的概念 日本人来之后开始慢慢建立公卫的东西 建立公卫的系统 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感慨说 那为什么120年后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要跟台湾学习 所以我觉得韩国政府 你们现在真的赶快把问题点找出来 怎么样把疫情至少第一步先控制 不要每天500例300例 这样在那边增加 我讲这种增加速度 讲来那一点 这种速度的增加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医疗体系不会崩溃的 对 而且这种这个失控状态情况下 那韩国政府到底现在做了些什么 还是做了也是没有用 所以这个确诊病例数是一直在增加 那除了韩国之外呢 现在其他国家其实也是头发生的 包括美国现在的这个确诊也增加到91例 同时有6人死亡 那这个美国CNN就报道 这6名的肺炎的死亡呢 都是来自华盛顿州 所以现在美国的官员呢 就说恐怕已经是要造成大流行了 这个过去我们就说 因为都是亚洲地区比较严重 现在美国似乎情况也不妙 所以华盛顿州呢 在3月2号呢 就宣布紧急状态 那因为这个首例这个死亡呢 目前是找不到这个感染的途径 所以他们的专家也就讲了嘛 6周前呢 病毒就在州内传播了啦 而且呢 还有这个可能4周 4个州已经有社区传播 那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民众呢 是不是也陷入一种 可能有这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呢 所以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卖场呢 就出现了这个抢货潮 那包括旧金山在2月25号 他们速度是更快了 他更宣布这个紧急状态 那市府的要这个快速的集中资源 跟人力的防疫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人 他们是不戴口罩的 为什么呢 美国人他们就自己讲了 他们是觉得 只有生病的人才会戴 如果你是健康的 你就不会戴嘛 那你戴了口罩 就表示你有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很少有美国人呢 是戴口罩 那如果你戴了口罩 甚至有些还会被当成恐怖分子 那有些在地铁呢 还甚至会遭受到攻击 特别是华人 来 范老师你的了解 美国现在最新情况 的确是 我今年那个过年的时候 去了加拿大 那我们在桃园机场 几乎大家都戴口罩 上了飞机也都戴口罩 可是一到了加拿大机场 大家就把口罩拿下来 因为大家都没戴口罩 你戴口罩真的会被人家认为说 好像你有问题 然后电源都会投给你 这个怪异的眼神 所以后来我们到加拿大就把口罩 全部收起来了 因为一般的民众也都没有在待 所以 当然我们知道加拿大 其实有很多华人 里面有很多移民 当然加拿大目前看起来 疫情还没有很严重 可是如果连美国都这么严重的话 那加拿大其实跟美国 是非常接近的 那这个东西 那美国现在的这个严重 变成大家的这种恐慌出来了 这对川普来讲 当然是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美国的经济 其实会不会因为这次 特别是中国的疫情造成锻炼 造成美国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所以川普现在担心的是 整个的这两天的美国的股市的下跌 那对于川普要竞选联热来讲 是一大挑战 本来川普是坐闭上关 还跟习近平通电话 习近平说 我会打好这场人民战争 怎么样 那川普说好好好 我相信你有能力 好像就在旁边看戏 像看不到这个火 已经烧到美国了 烧到自己了 对 所以说现在川普他也开始急了 所以我常说 我说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还没有成功 就靠着一带一路的武汉肺炎到处蔓延 伊朗是一带一路当初的中继战 意大利也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那现在看起来 连非洲都感染了 现在连美国都感染了 所以你看这个一带一路的威力多大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这个购物的恐慌 已经不只是说这个口罩了 连民生物资 我们刚刚看到美国是如此 日本 日本也有 这两天也是大家开始抢了 因为日本的学校开始停课了 那国中国小停课 那事实上很多的这些家长 他们没办法回家煮饭 就只能够小朋友吃那些所谓的 快速煮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受到欢迎 采购抢购甚至是 那日本一向是比较冷静的民族 最近看起来也 开始这个受不了了 之前的这个新加坡 李显龙总理出海讲 请大家不要抢购卫生纸 不要抢购日用品 结果适得其反 我不需要讲 我们台湾这边还是要小心 那也商案物照 那现在国内的日用品都非常的齐全 不要 你知道日本抢新加坡抢 美国抢我们也跟着抢 那就太盲目了 但是政府要先做好因应 因为日常用品 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对比较浅叠的社会 大家有时候一种生意出来 大家就会紧张 那政府 现在是对于这个口罩 是开始管制的非常好 未来对日用品 我认为防疫中心也应该要有一些 可是范老师我比较好奇 就说旧金山在2月25号 就宣布紧急状态 会不会太早啊 防疫要为先 只能够超前 超前部署 你看日本现在最初的欢迎的人是谁 北海道那个姿势 林木直道 27岁 他2月28号 他也把北海道列入紧急状况 所以旧金山比他更少 2月25号 那为什么 因为他走在安倍前面 那这位林木直道 为什么大家欢迎他 除了他防疫 走在超前部署之外 而且他有非常丰富的工位经验 他很少他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 就考一个基本的地方公务员考试 进入到东京都的卫生局跟卫生研究所工作 所以他是有卫生的防疫的基本的专业知识 然后他后来到了这个北海道竞选 到北海道 然后当了市长 选上了一个市长 后来现在变成北海道知识 等于是省主席 那这么年轻 39岁长得很帅 那大家就相对于安倍的防疫的落后 大家就反而认为 这个林木他的这个超前 所以我觉得现在各个 很多国家现在地方政府 人人先自保 那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地方政府他有权利调动警方 他有权利下命令的话 他当然要超前部署 他不愿意再听联邦政府的这个决定 因为太晚了 来不及了 对 所以可以看出大国跟小国 面对这种紧急状况 反应就会不一样 那刚刚范老师也提到 日本的部分呢 现在疫情只是冰山一角吗 现在他们的确诊数到982 其实也真的是接近破千了 死亡人数有12人了 那现在安倍也说了 要想到最坏的事态 所以预先做准备 也可能会发布紧急状态 那北海道知识就已经就先了 这个跟中央不同调 但他们超前部署 他们认为北海道呢 这个事态严重了 所以2月20号就自己宣布禁忌 进入这个紧急状态 来 明凤姐您的观察 从美国看到日本 也的确是他们两国之间 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 我觉得美国人现在 就说他当然比日本人 这个再晚一点 那当时在处理 钻石公主号的时候 美国人也一直骂日本人 骂死了 然后现在就说 这个钻石公主号 还是有非常多的传言 到底不让他们下船 是日本政府自己决定 还是美国人要求的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 美国死的六例通过在 华盛顿的医疗中心 可是旧金山 他在25号就宣布了 对 你怎么那么早 因为奇怪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真的还是要防备了 就像刚才阿晃讲的 就说整个在这个疫情 发作的时候 就有三个国家就宣布 要对中国限制入境 第一个就北韩 第二个是俄罗斯 第三个是新加坡 所以你看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已经趋缓了 对他已经控制住了 对他控制了 他今天我们有一本杂志 还说这个新加坡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说你这个边境上面的管理 如果你上面 你现在还是有一个破口在的时候 你像韩国 韩国现在如果还是没有限制 中国人进去的时候 你内部的隔离做得再好 你破口在 你破口在放的话 还不是一样 所以说你这个李万熙这个人 是首尔市长讲的 但是问题是你文在寅 其实在这个当下 其实看到很多影片 韩国人是不止这个教会 还有很多教会上街头 去骂他们政府说 你们为什么限制我们聚会 我们就是要死 我们就是为了神 我们就是为了神 我们要死怎么样 对啊 那人不是这个教会 那你可以看到 韩国人对于宗教 这种地下宗教是非常非常狂热 所以说那你现在你整个首尔 现在日本都要发布所谓紧急命令 因为日本可能开始真的紧张 因为他有奥运的压力 然后包括这个北海道知事 这个人的动作也给安倍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当然他现在这个确诊病 到底有没有低估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他看起来状况 在这个线上面 他还是维持一定的比较平稳的线 不像韩国跟意大利这样猛爆上来 那如果说这个目前是情况的话 我想日本就会比韩国还好 那韩国的情况就是 他变成双边要作战了 破口要堵 内部要隔离嘛 你看看韩国一天可以增压600个率 我们到现在43率 大家就已经很紧张了 那个倍数在跳在成长 除了政府以外 人民的配合也是让人家很感动 但是我们再多举例一下